伊莉莎白医院一个女实习医生 上班期间暈了 情况危态 有前线医生就说 他们人手不足又缺乏休息 病了都不敢请病假 建议医管局缩短医生的工时 给医生有充足时间休息 吹两文报道 翻翻通宵间暈了的女实习医生 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疗报留医 情况危态 医院发言人证实 女实习医生是骨科工作 星期六凌晨在医院休息室暈倒 更加有抽筋症状 其他医生即时为她抢救 初步怀疑她感染病毒 引发脑炎 她的家人有外游记录 那个女实习医生 在10月调到伊莉莎白医院骨科工作 每工作4天 就要当一晚通宵的夜间 希望医生护士同时 可以尽量帮助她 亦可以尽快康复 我们当然是将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给她和她家人 前线医生联盟主席谢耀昌说 医生翻通宵间一般要连续工作 29至32个小时缺乏休息 加上人手不足 即使病了都不敢请病假 他建议医管局将医生平均工事 从每星期65个小时降低到44个小时 给医生有充足的时间休息 亚洲电视记者蔡栗文报导